作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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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过这故城的小街 街边的你数着落叶 只剩在你手中摇曳 平天气氛猛烈 路边飞过几只蝴蝶 对你眼神有些无解 我以为能猜透心结 却还是不够甜甜 对了 你来此处是为何事 我为你研制了一款香薰 对 这个听师父说 他对你复原很管用 你们家侯爷怎么这么喜欢泡澡啊 要不我在平远城给他开个洗澡成得了 是吧 恢复怎么样了 侯爷 侯爷 起开 起开就起开 白账说 恢复得差不多了 就该准备调查 平远城里北国奸细的事儿了吧 名单我都派人给你写好了 好 这些人的身份都核查了吗 我 我要是找得到的话 还来找你干什么 我早次就领工去了 穆颜 再去审审 这会不会是那个北国杀手 故意迷惑我们 是 少爷 北国杀手招供的那四个人 已经全部调查清楚了 漂亮 准备笔墨 我要禀明陛下 平远城第一人 非我贺连池莫属 少爷 平远城好像没这四个人 杀手好像是乱说的 那现在怎么办 是吧 要不咱们就问问平远侯 那个杀手可能心中有愧 已经畏罪自杀了 畏罪自杀 何连池你真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那 那现在怎么办嘛 北国奸细是来偷城防图的 不如我们有一个人冒充奸细 首先把城防图偷走 然后再偷偷离开平远城 这样 说不定就可以引那个奸细出来 那 那么 谁来扮演这个奸细 最合适呢 我来吧 妙计 此事知道的人越生越好 那在座的我们三个 谁会更像奸细呢 背上北国内奸的骂名 就是我也护不了你 我被骂得还少吗 也不差这一回了 大不了 我就回山上 消失不就行了吗 只不过 这件事情 我们还得推敲推敲 所以说 一定要从这块入手 然后我们来 来 出来 声音效忍 叫你不要来 你非要来 保护日远城百姓 我渡军府守当其冲啊 再说 我可不能让白杖术一个人立功 过来 坐下 计划就是 让全城人民都相信 白杖树被我弥得神魂颠倒 他自愿将城防毒交到我的手中 大功高成啊 哦 那我说什么呀 你呀 那要不我负责拆散你们两个吧 少年似藏原言 闻花和美琐瓣雪青丝余赞 我昨尽谦又可怜淒淒淒淒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